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大家知道我很喜歡看網球嗎 那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沒有真的去打過網球 唯有認真練過的運動應該就是桌球了吧 那小時候爸媽讓我們練桌球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運動 來訓練我們的體力跟專注力 但最近幾年有一項新興的運動在興起 那就是 匹克球 這樣運動號稱是用桌球的拍子 羽毛球的場地來打網球 感覺上是融合了各種運動的優點 而且也能訓練體力跟專注力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大理的康橋匹克球場 來體驗看看這個匹克球到底好不好玩 好 我們現在行到非常厲害的Cat教練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匹克球的這項運動 還有到底要怎麼玩 匹克球它主要是1965年 源於美國 然後到台灣大概有八年的時間 那它主要是結合三項運動 羽球 桌球跟網球 你看像這個場地 它就是跟羽球場一樣大 完全就是一模一樣的 對對對 然後放大版的桌球拍 沒關係 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好 我們現在熱身完了 我們歡迎 鬍子 好 今天呢來陪我打球的就是鬍子 等一下我們也一起打個小比賽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請教練來幫我們帶一些技巧的訓練 那我先教一下你們怎麼握拍 有握過菜刀嗎 有 菜刀 虎口 面向球拍的側邊 延伸下來 轉動的時候就請你轉動手腕 那我們等一下會先介紹皮克球一個蠻重要的技術 技術叫做丁克球 丁克球 對丁克 它主要是你會看到我們的球場這邊有紅色的區塊 這條線叫做非截擊線 裡面是非截擊區 你只要球沒有落地你要打截擊 你不能在這一個區塊打 丁克球它可以落地你可以直接踩進來打 對丁克球是為了盡量不讓對手打截擊 對對對我覺得兩位的運動細胞跟球感都很好 好剛剛稍微練習了一下 我覺得這運動真的非常吃下盤 尤其是前面那個丁克區的時候 你真的是整個人是這樣子下去的 所以這個運動深蹲很重要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要教的是截擊 對 這一條是非截擊線跟非截擊區 那非截擊區我們可以叫它key check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打截擊不能踩進去 就是你打完這樣跳進去也不行 從裡面跳出來打這都幹鬼 你即便這一球會完已經死球了 你再踩進來也都不行 好球 這個運動蠻吃那種就是你對高低 還有遠近距離空間概念有沒有 所以你會馬上判斷說現在這一球它到底是會直接下去 變成丁克的球 還是你可以直接截擊下去 這個我覺得是切換上來最困難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講八球了 發鞋對角 然後記得非截擊線是哪一條嗎 前面那一條要超過那一條線 壓到那一條線也是outside 壓到也是outside 但是其他三邊其他三邊的線壓到是inside 對對對 好我們等一下落地殺球就是先拉拍左手放球 這樣子 第二個是空中打球 會直接這樣子發 擊球位置在肚臍以下 球拍的最高點不能超過手腕 所以你等一下的動作會從肚臍球拍是垂著的 往上發 發完再上來沒有關係 空中打球 由肚臍往上 好 好剛剛練完這個發球有分這個空中的發球跟落地發球 其實這個運動的發球我覺得好像沒有網球這麼強勢 因為網球的話呢身高高你發球直接這樣砸下去 人家說從二樓發球下來 就是身高的差距也被他抹平了 算是蠻公平的一個競爭 接發球 那我們主要站的位置會在這個邊角 OK拉拍往前推 這樣就好 拉拍跟正拍一樣 看球 來 上 內腳一樣 判斷是左手 判斷是內腳就轉過來 你們要單手也可以 判斷 往前推 好 再一次喔 準備去跟球 記得要先做一個拉拍的動作 跟球 好 好 剛練完這個揭發球我覺得我的最大的弱點就是反手的揭發球 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因為皮克球你真的要很主動的去出力 然後也很少有機會有做這麼大動作的反拍的揮拍動作 所以會比較難適應 主要我們雙打會有兩位夥伴嘛 然後我們會有第一順位發球跟第二順位發球 然後 然後 皮克球現在的比賽規則是發球得分制 所以你沒有球權你就算贏球是不得分的 所以等於說我要破掉對方兩球的殺球才可以換我們殺球 對對對發球權要掌握住 它還有一個規則就是雙彈跳規則 算一次給你們聽到它 請你發球 好 第一彈跳 第二彈跳 我就可以上來了 我就可以截擊 雙彈跳規則嘛 兩邊各落地一次 所以我這邊落地完 我就可以截擊了 所以一般來說接發球的選手 他接完就會直接衝上去 那他們必須再打一球他們才可以上來截擊 就是一二三 對第三顆 他們回擊我就可以開始截擊 目前比賽是打11分最多 那等一下我就是當裁判 好 好 那你要選 這邊 這邊 就先發球好了 OK 第一個發球 好 好 別姐先發球 OK那我先發球 首先先喊分數 002 OK 開始 來喔 拇指 跳 Nope 啊 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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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泻 你幹嘛 你可以再往前 欸 真的沒辦法啦 來 如果它不小心掉進去 夥伴可以把它拉回來 喔 靠你了 靠你了 好 解它 找你腳 找你腳 靠它 哇 握它 有 我們錯了 我們取回球犬了 我們用了6分就取回球犬 我踩到了 我踩到了 真的會很強要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應該雙人合作 我拉你這個袋子有沒有 不然不是大胸筋強制的支持者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好一顆 來 看 5顆 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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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Nope 啊 哇 完成了 來 看 哇 好像 好像好像 我被教孫干扰 我要抗议 不断 被教孫干扰 我要抗议 我被教孫干扰 我要抗议 我被教孫干扰 我要抗议 走住 谢谢 好球 小心 谢谢 太疼 啊 太疼 蛤 手牌 有有有 下去 啊 剛打到王子 那有教練隊獲勝 你們要再試一場配教練嗎 我跟一個教練 胡子再跟一個教練 我們看一下戰力有沒有比較均衡的一點 好 剛打完一場先休息一下 打這種球類運動除了需要體力以外 也很好專注力啊 其實不管是運動就連平常長時間工作啊 念書或是因為熬夜 年齡增長都會很容易感到疲勞 很難維持專注力 基態是我們人體中本來就有的東西 有助於消除疲勞 而且是幫助活力帶動思緒的關鍵 像是科學家研究發現 候鳥有驚人的長距離遷徙能力 可以在9天內啊 連續飛行1萬多公里不落地 這需要大量的體力和專注力 這個呢也和候鳥體面 約含豐富的基態有關 而人體中呢 基態是隨年齡而流失的 讓體力與思緒表現不如從前 因此呢 適當的補充基態就相當重要啦 白蘭式基金裡面含有基態的成分 是嚴選基支 經過專有的萃取技術 體驗出高濃度基態 將人體需補充的基態送達身體各處 幫助你維持思緒清晰和反應力 經科學實證呢 你用白蘭式基金10千 體力跟專注反應力更好 而且白蘭式基金有國家健康食品雙認證 你用15分鐘能促進新陳代謝 口感改良優化過 變得更清爽順口不會膩 我平常有時候剪片剪太久啊 就會因為太累而導致思緒混亂啦 休息的時候喝一瓶基金 當然這個要長期喝啦 就比較不會那麼快就沒精神 工作或是運動的時候 注意力會更好集中 我以前在拼考試 念書的時候也很常喝 好 我們補充完體力與思緒後 馬上再回到場上吧 加油 先發 好 好 好 很棒 好 好 很棒 好 好 好 要球 - 去到一棒 去到一棒 - 要球 - 下 - 去到一棒 - 哎 - 抱歉 抱歉 - 抱他 - 啊哈哈 - 還有 還有 - 要練太好心了 - 下一棒 - 要練太好心了 - 要練太好手 - 去到一棒 - 該到一棒 - 我正攻擊 - 另一棒 - 鎖 - 逃到一棒 - 鎖 - 只攻擊 - 射攻擊 - 手攻擊 - 趕路 vulnerability 太急 诶 诶 让一回了啦 队友 好啦 我还被胶口捅活在马上 好好好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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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來有回的時候 很焦躲耶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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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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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尾 เพ huh 不 母亲赢 结合尾 veal 我们比赛结束 veal 谢谢 谢谢 beal 剛才比賽非常的刺激 分數也蠻接近的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沒錯 休息一下 順利的獲勝了 些微之差 那今天天氣真的太熱 今天剛好是颱風來的前一天 超級悶 雖然說有雲 但是超級悶 其實教練有偷偷放一點水 就是其實有初階 但他沒喊 對 新手友善時間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因為外面實在太熱 所以我們場地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轉去市內場 我們試試看單打的比賽 再來是感謝白蘭市雙認證基金 是補充體力 提升專注力的好幫手 從以前學生時代念書就很常喝 然後像現在出社會之後 長時間工作啊 或是像這樣出來運動 需要體力跟專注力的時候 裡面的機態就能夠幫助維持活力 帶動思緒 不會像是喝咖啡或是能量飲料一樣 短時間的亢奮 而是真的長期幫你提升專注力 而且它是零脂肪 零膽固存的 對身體沒有負擔 自己喝或是送給親戚 小孩 長輩都蠻適合的 OK 教練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羽球場嘛 那羽球場它要變成一個皮克球場 要怎麼樣調整 首先我們可以先觀察它們的網架 你可以看到它們是可移動式的網架 所以你可以把它移走 直接換成皮克球網架 那如果假設它的頭柱是固定鎖死的 就只要把它的球往上到大概腰部的高度 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這些是線呢 場地的線 我們看到羽球場它會有單打跟雙打線 那主要皮克球場只會參考羽球場的最外圍 雙打線 雙打線 對 然後中線就一樣 主要差別會在這一條非截直線 正式的皮克球場地 應該是在羽球場的發球線 再往後大約15公分 那一般正式的比賽 它們會再多貼一條非截直線 那一般上我們自己約打約完的 就不用貼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場地來打打看吧 好 好 接到說不 好 那我選場地好了 我選這邊 你選場地 那我選接球 喔 給我發球嗎 嘿嘿嘿 欸 開始嗎 啊 哇 好深喔 啊 正結席對不對 什麼 放棄了 哎呀 好 哎呀 哎呀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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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呀 哎呀 哇 好深喔 我打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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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出去了 哇! 差好 好! 因為我們場地時間有限啦 所以我們最後打到8比3 我覺得其實我接發球好像比較擅長一點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我很多分數其實都是在你發球的時候拿到 可是都不上分 發球才能拿到分的設計 真的可以讓比賽變得延長 真的 就趕得11分好像很快 但其實要打蠻久的 真的 好那我們就請教練來頒獎喔 這個圖案好可愛喔 這個是什麼 對啊 我的柔軟 我買了 Sport Project Sport Project 喔! 翔寶花計畫 謝謝教練 謝謝 恭喜 有了 好 謝謝 好 我們今天的整個皮克球的體驗就到這邊啦 其實我覺得這個運動真的是蠻有趣的 而且你看現在後面 就已經有人預約在打了喔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這個運動是越來越熱門啦 他當時會在特別疫情期間很受歡迎也是有他的道理 就是大家可以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 但是呢又可以互相講話互相出來運動一下 算是蠻難得的 真的今天整體體驗下來我覺得非常的新奇 那也考慮以後可以帶馬屬一起來玩玩看啦 好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影片的話呢記得按個讚還有訂閱頻道按下小鈴鐺 我真的很累喔我要趕快去休息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